我們要下的叫簡單機械叫做輪軸 輪軸就是兩個同心圓套在一起 大的叫做輪小的叫做軸 他跟我們有原心歐 然後他怎麼解題 如果你會我以前教的功能定理 那你就是外力所做的功就等於能量的變化 這一往上升叫做未能的改變就可以解決了 不過我們現在很多老師在教的時候就把它當做什麼 槓桿的連續應用 圖上面不就是槓桿嗎 一個大一個小R對不對 轉一下還是大一個小R嘛 就把它當作槓桿的連續應用 所以就利用槓桿原理 施力比乘以施力等於抗力比乘以抗力 所以就是輪半徑乘以輪施力等於軸半徑乘以軸施力 所以計算方式就變成輪半徑乘以輪施力 等於軸半徑乘以軸施力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輪軸的計算 我們就這樣把它當作槓桿的連續應用 那你知道輪比較大嘛 就是利幣會比較大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在輪施力就會怎麼樣 省力嘛 那在軸施力就會怎麼樣 費力嘛 但是呢 但是它就有省時跟費時的問題 因為呢 大輪轉一圈 小軸也轉一圈 所以你拉著大輪轉一圈 小軸也只轉一小圈 所以拉很長只走一點點 所以叫做費時嘛 要費時 所以省力的會費時 省時的會費力 就是我們前面跟各位講過的 這就是我們輪軸計算方式 輪半徑乘以輪施力等於軸半徑乘以軸施力 好 最後重點 Keyword就是輪轉一圈 軸也會轉一圈 同心圓一起轉 頭一起轉 OK 所以我們剛剛提過了 那麼 所以在輪上施力就省力 可是大輪轉一大圈 小軸只轉一小圈 所以我們說它會費時 那反過來 如果你在軸上施力 雖然是會費力 但是呢 現在轉一小圈 它又轉了 一大圈 所以我們就知道它會怎麼樣 省時 省時 就它的原因在這裡 好 那日常生活裡面 有什麼樣的工具很多 隨便舉一兩個 隨便舉兩個好了 是屬於輪軸的 轉個東西讓弄的 叫輪軸的 有什麼東西是輪軸呢 有什麼東西是輪軸呢 應該要找男生了吧 二四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急 來 講兩個 水龍頭 就是那個很大的東西 應該是轉 還有呢 門把 門把 喇叭鎖 請坐 很多喔 喇叭鎖 方向盤 感面棍 這些都是 感應棍 打蛋器 方向盤 所以 公車司機的方向盤很大 因為車子坐 輪大會比較怎樣 省力一點 賽車群的方向盤都很小 為什麼 因為它反應要快 動一點就馬上會轉過來 有意思嗎 很多人還馬上轉過來 反應要快 所以它很小 它動一點 它就跟我一起走 都一起動 所以賽車手的 F1賽車手 方向盤都很小 原來這邊 OK 好 這就是一些運用的現象 運用 OK 好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打蛋器 這其實是有一大堆的輪軸 上面有一個上次輪軸的 這感覺應該叫省力 因為呢 轉的那個比較大圈嘛 裡面那個比較小圈嘛 可是拉到下面 打蛋的部分 這個應該是廢力 因為裡面呢 轉的那個類根比較小圈嘛 外面轉的那個比較大圈嘛 抗力的大 但抵抗力的比較大圈 比較大圈 所以這個應該是廢力 總和結果是要算比例 不過我們那個差來轉 它應該是一個比較廢力的工具 因為它要怎麼樣 怎麼樣 省時 因為我要隨便打 它就能夠貨得非常的好 貨得非常好 但是因為打的是蛋啊 所以再什麼廢力也不會太廢力啊 所以它是打蛋器 打蛋器 OK 就是它的現象狀況 OK嗎 OK 很好